娱乐焦点带宁关心 出道17年的孙燕姿 为了11月发行的新专辑 做了许多的尝试 不仅首次指导MV 新歌我很愉快 更是开车落水 还因此过敏起了疹子 而她和老公结婚6年 终于松口表示明年 想再生一胎 为儿子填瓣 有雙女座的人 其实像是有外媒倾向的 我觉得有 你有哦 被新座专家唐启阳点名 自虐指数高达81%的孙燕姿 11月将推出新专辑 新歌果然很自虐 顶着39度高温 拍摄将近24小时 还开车下水 新歌曝光只有十句歌词 剧情和歌名也有强烈反差 孙燕姿来台宣传两天 立刻要奔回新加坡 帮五岁儿子庆生 还计划明年帮她填完版 明年吧 看怎么样吧 有一点点这个方向的计划 改变生一胎的想法 但上线就是两胎 如果明年怀孕将全面停工 粉丝期待已久的循环演唱会 也可能两年后才看得到 孙燕姿睽为三年多再发片 力求完美 也希望端出好作品 让粉丝惊艳 记者许终以参与日子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